立領哥遭台中地檢署一迴損罪起訴 出面受訪時身穿條紋上衣 沒戴眼鏡 手上還留有扁條線開刀 掉點滴的針頭 臉色憔悴不少 沒問題太過頭髮 太悄到 你就悄到齁 還是會有正義之事 日前他開超跑衝撞展世間 獲釋後大方受訪 態度相當霸氣 因為穿著襯衫 還將領子立起來 被封為立領哥 我們當時在奔向 20開始一直化 再上腸 再炸蒜頭 對比之前受訪 穿著立領襯衫 戴著變色鏡片眼鏡 一口充滿香土味的台語霸氣十足 現在沒有招牌立領襯衫 改穿條紋上衣 摘下眼鏡全程講國語 少了點霸氣 還有手腕上 不再是示威而捲起的袖子 而是扁條線開刀所掛的點滴 就連出門都從四百萬的名車 改為機車代步 不說還真的很難認出來 他們就是同一個人 我不是買七十幾塊 還是七十幾萬 我買七百多萬的車 我搞到這樣子 丟臉線眼真的是 他們真的是很囂張 兩個月前開車衝撞展示中心 還口出驚人之語 立領哥被封為是台中劉文聰 如今被起訴又住院開刀 對比兩個月前的霸氣模樣 差異之大令人訝異 記者陳廣銳 台中報導